台湾是OEM大国 以代工接单的模式经营居多 以工具产品起家的张俊英董事长 在25年前体悟做品牌的重要 除了贯彻品质 创新 服务的精神 更用品牌打造保障员工就业的堡垒 将每个员工视为集团重要的支柱 因此快速扩展 成为全球知名的工具大厂 我做工具做了快30年了 工具种类非常繁琐 它事实上种类包含项目非常多 我们认为说做品牌很重要 它代表的是一个专业工具 我们不是贸易 我们常常讲我们不再做贸易 贸易都是永远要客人最大 客人说什么我们都要迁就他 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来做我们的品牌 反而相对的 我们对我们客人可以有权利来say no 就是说我们认为说 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做的 一路发展下来 我们认为说我们专注 所以我们从电子电工 通讯网络 随着这个时代的一个变迁 我们也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产品系列 我经过25年的努力 我们今天有达到了22项的产品系列 以及包含了4000项的商品 不断从产品系列的补强 扩增多元功能 坚持一条龙的生产 从包装设计 专业工具组 相关的工具 各种入门款 基本款 进阶款 甚至量身制作等 其中工具组套的收纳设计 更是客户首选的指标 而专业入门款 也成为台湾90% 技职院生 得力帮手 我们设计好一个容器 让所有的工具 能够非常有效率地 把它摆放 而且比较不容易掉 那我们的主套工具组 大概有这样200多项 同时呢 我们也能够针对客制化的 客人的需求 来把它量身制作 像我们也非常成功地 打入一些学生旗的 一些使用工具 产品版图扩级五大洲 90多个国家 对于品质 始终坚持完美 更建立专属品质验证中心 全程进行严格的 环境模拟测试 例如扭力测试 X射线绿荧光光谱仪 分析格 拱 镍 镍 银等重金属含量 以符合欧盟标准 奉为最终归镍 能从7人工作室 到两岸3地 100多人的集团 除了坚持 张俊英董事长 感恩一路走来 认同理念 并共同打拼的伙伴 我们很多员工 超过15年以上的 不必比皆是 我们希望打造了一个环境 也说让我们所有的同仁 在那边工作 他是非常愉快的 也希望我们能够创造一个 更好的平台 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家庭一样 不只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包含到我们的经销商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厂商 让大家都觉得说 不是在做生意 我们 Works for better life 一定要营造一个 非常非常愉快的氛围 让大家都能够乐于工作 这就是我们公司 很开心的一个地方 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携手相伴的夫人 是集团的超级模范夫妻 我们真的也要非常感谢他 因为本身我自己学机械工程 所以说我们只会做产品 可是你也知道 要创立一个公司 他包含的面非常广 我们所有的财务 所有的资讯 在管理方面 都是由他来帮我辅助 让我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张董市长坚信 每一位同仁工作目的 都是为了让家庭的生活更理想 五六年前开始 在上海 深圳 台湾三地 同时举办家庭日 从照顾员工家庭出发 再把这股正面力量 扩及照护社会上 更多弱势族群 举办转动奇迹系列活动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磁场 我们就从照顾 我们的员工的家庭开始 所以慢慢慢慢地衍生出来 就是我们就会比较关心 一些弱势的团体 这个转动奇迹 今年已经是第二年 每年透过跟喜航 也跟儿福联盟 我们也都做很多的公益活动 那我想这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活动 我觉得这活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它不只是把钱捐出去 那也透过点线面的一个概念 让整个员工们 透过脸书的这个社群媒体 可以让很多员工的好友们 都知道说 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活动 那也希望说 明年董事长他可以 不要再一万个赞 可以变十万个甚至一百万个赞 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共襄圣族 连续第六年的品盘日活动 同时也是保工 二十五周年庆之后 所延续的 结合我们的合作伙伴们 一起来办 我们也希望 借由这样的活动 能够抛砖引玉 让大家一起来 关注一些我们的 所谓的弱势的 一些社会的群体 航家选择 精彩保工 保工工具 转动奇迹 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